欢迎回来日选之宗 屈人不只是位诗人 他对天地的关怀 更显得出他心胸的宽大 他在天文当中 一连提出了170多个大灾问 涉及到了天文地理 包括日月星辰到底是怎么来的 似乎是帮全人类问了几千年来 都没有办法完全解答的大问题 因为天地太浩瀚了 人类身处其中 只能够保持谦卑 同时想办法明哲保身 跟万物和平共处 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在端午节这天 其实也有很多老祖宗 留下来的辟邪智慧 农历5月5号 在古时候是非常不吉利的日子 四处充满了仗力之气 所以除了佩戴香包 和熊黄酒的传统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辟邪典故 这背后都有精彩的历史故事 最多的就是什么呢 武毒 比如像这个蚕蚱 武功 蝎子 这个毒蛇 蜘蛛 这核起来叫武毒 都怎么样把它除掉 这个时候可能会做一些 这个去除疾病 或是趋吉避凶 或者是一些辟邪的东西 你祈求这一年身上百病不轻 百毒不轻 农历5月5日 古时也叫做2月2日 在这个节气里 阴阳相克 水火不容 加上四处充满仗力之气 从先情以来 就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日子 武毒都出来了 虫 蝎子 蛇都驱动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在民间里面不管你行不行 它就要作为辟邪 变成了一个很凶的元月份 所以还省至于生死月 除了喝熊黄酒 茶艾草 挂窗湖 在五月这个辟邪院里 最重要就是要趋吉避凶 不说不知道 最早的祖先从秦朝开始 就已经利用五色丝来辟邪 红黄 蓝 黑 白 这五种颜色 这五种颜色代表了 从秦代开始 代表了就是所谓的 东西 南 北 中 五个颜色 其实代表了就是 大自然整个五方的这一个 灵气跟真气都可以集结在一起 五色代表了相生相克的阴阳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能和谐运作 并行福贝 所以五色丝又叫长命锁 儿童带在身上可避邪气 象征拿到天的能量 能与天同寿 东边是青龙 右边是白虎 那么前面呢 南边呢是猪雀 两的意思 那么后面呢 北边呢是玄武 就是乌龟的意思 那中央是黄龙 这样请到五个灵兽呢 那么来保护我们 端午节前后 是蛤蟆生长最成熟的时期 也是交配繁殖的季节 时间向前推进到魏晋南北朝 民间盛行捉蟾橱来制药 就是它有丁窗 青春痘 发炎 溃蓝 用这个来毒了以后呢 以毒攻毒 就会好了的意思 消炎 止痛 麻醉 这样的这个效果 在五月里 捉蛤蟆制药制作成蟾酥 或是给小孩子吃蛤蟆 说是能以毒攻毒 轻火解热 而背上的浓汁取下 涂抹在伤口上 也能让毒创皮肤 把蛤蟆的背上的浓包挤破 流出了这个浓汁 然后把浓汁拿下来完之后呢 再把蛤蟆那层 射上成毒皮的那层皮 剥下来晒干 晒干完之后烤过 然后磨成粉末 就变成蟾酥 然后这样子配药一起吃下去 唐朝的皇朝之乱相传于西宗年间 皇朝军队进攻河南 看到百姓仓皇逃出 却有一名妇人 背上背着比较大的孩子 手里却牵着比较小的逃命 皇朝忍不住 好奇一问 我背上这个孩子 是我这个大伯的孩子 我大伯全家都已经 都已经招货战货辞掉了 阵亡了 那只剩下这个孩子 是唯一的血脉 我牵的这个孩子 反而是我自己的亲生孩子 那我不能够让我的大伯 这个全家断掉这个乡所 所以我把这个孩子背在身上 就算是杀人如麻的皇朝 听了之后也大为感动 他说如果你这个插个石榴花 做暗号 那么我就不杀你家 所以以后呢 这个妇人就回到这个村庄 回到村庄自己插了 这个石榴花以后呢 他会发现 万一隔壁邻居都杀了 也舍不得连连之心 就告诉大家 全部都插这个石榴花 石榴花从此以后 变成了避邪避杀器的信物 鞋子缝梢 石带松呀 龙头狭嘴 古老的祭典仪式 无实做法祈求胜利 三艘龙舟整齐划衣的驶入江中 端午节比赛开始 花龙舟的水会飞溅到船里 明朝主要在湖南一带就盛行 取龙舟中的水来近身 也能避邪 第一名的那个船 大家就会抢着去 把这个水呢摇走 因为什么呢 它已经被祈福过 好像说呢 有预祝你 祝福你胜利的意思 而这个水也会沾着这个喜气 然后带回家做什么呢 再把什么艾草啊白草啊 把它在里面进一进去抹身体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 所谓的养龙水 那么这个养龙水会保护我们 叫护龙水 所以呢我们当然要 就是把这个龙水拿来呢 就是和一点 就是比如说艾草啊 或者是桃叶啊 就把它熬成的汤 就是把它当成辟邪的 龙舟中的水又被视为龙水 相传加入百草沐浴后 就能保佑来年平安 辟邪的神奇效果背后 是一个又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故事